选手偷其他职业选手硬盘 试图下载外挂 栽赃陷害 却被永久禁赛 比赛打一半 游戏重做式更新 职业哥也得现场看技能介绍 选手偷家 水晶复活 导播以为赢了 直接切除结算画面 兄弟们 欢迎收看搞笑电竞第27期 比赛打一半 游戏更新 选手现场看技能介绍 就在5月23日的时候 DOTA2突然放出了7.36版本的大更新 为什么说是大更新呢 因为这个版本威慑隆重地推出了 全新的先天技能和命食系统 其中先天技能就相当于 给你重新做一个被动技能 而命食系统则是给玩家两个发展路线 如此大的更新也配合大量的英雄技能调整 调整幅度有多大 光公告就有4万多次 足足几百页 就算是翻也得翻几十秒 才能找到自己想看的英雄改动 这种改动的离谱程度 相当于让CS1.6玩家突然间去打CS2 让还在玩AP剑上的英雄联盟玩家 突然间去打斗魂竞技场 相当于让云顶S1的玩家 突然间去玩如今的海克斯版本 也因此道他二梦幻联赛的职业选手也懵了 因为更新那天正值梦幻联赛S23的淘汰赛 选手们也是当场做起了功课 比赛打一半游戏暂停后 果断开始看新版本的万字公告 不过选手至少还能找时间看一下公告 那解说则是彻底懵了 在台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给解说都整无语了 这我连新技能是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说 到最后比赛打的不像是比赛 反而像是新版本试玩会 这又让我想起之前CSGO比赛打一半游戏突然间更新到CS2 比这个还离谱 这Dota2好歹是新版本 隔壁CS比赛直接换新游戏了 只能说威慑整活 确实有一手 偷其他职业选手硬盘下载外挂 试图栽赃被永久禁赛 盗窃这个词好像和电子兴记的关系一般不是很大 上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印度开比赛 请俄罗斯战队打CS比赛 然后把俄罗斯战队的行李给偷了 但是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却未想到这次也十分抽象 同样是CS比赛 就在前几日的达拉斯IEM上 一位叫做NBG1112 简称NB哥的职业选手 在凌晨4点偷偷摸摸的来到比赛现场的后台区 偷走了G2三位选手的固态硬盘 职业选手偷别人的硬盘 无论怎么想 这事听起来就有点离谱 你说他要真想搞钱 为啥不直接偷显卡呢 固态盘现在又不值钱 而且先不谈 现在四个地方都有一大堆监控 作为职业选手 硬盘这种东西要多少 战队里具有多少 况且每个选手的个人设置和数据也都是公开的 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很难想象他偷这玩意的动机是什么 有些人觉得他是想偷看选手的配置 有些人觉得是单纯的恶心人 但是怎么看好像都太离谱了 这个时候选手MoneyS也说话了 他觉得NB哥偷硬盘 是为了给选手硬盘里下载外挂 导致他们在检查的阶段 发现硬盘里有外挂从而被禁赛 不过不管理由是什么 在当今法治社会下明目张胆的偷东西 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也就是在第二天早上 主办方发现少了三块硬盘 于是当即报警 警方过来查监控锁定 并逮捕了NB哥 这也让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被释放以后 NB哥马上开始看直播 解释说自己只是想搞个多数作剧 他只是想弄点节目效果 但是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反而更惹中怒了 原本对于他的五年竞赛 直接升级到了永久竞赛 并且禁止他使用线上平台打CS 这下NB哥才真正的急了 在随后的采访中 他解释到当时是因为吸了大麻 导致神志不清干了坏事 然而这句话又爆了 因为按照达拉斯当地法规来说 持有或任何形式吸尸大麻都是违法的 这下他又收到了吸毒的指控 如果能够给职业选手排个弱智榜 这哥们绝对能进前三 一血钱已经系了四次的比赛 比赛中被野怪干掉 扛塔被塔干掉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毕竟谁都会有状态不好计算不到位的时候 但是你见过一把比赛 四个沃龙凤厨 都以不同的方式死掉的吗 这事发生在2016年LCS春季赛上 REN对阵DIG 从两个队伍的之前战绩来看 这注定不是一场简单的对局 在天王山脚趾下 烧不留神就可能会让观众一步到位 此时两位乐观的解说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开始REN下路双人组就换到了上路 当时非常流行这种换线打法 并且在两分半的时候 下路的上单男枪也是回到上路 三人准备一举拿下一塔 DIG看到对面三人集合推塔非常着急 也把上单摇过来推下路一塔 就在塔还剩一层血皮的时候 DIG的小兵都死完了 正常来说一般这个时候 等个小兵进塔再推就行 然而DIG的三人不信邪 硬是要扛着塔硬推 上单本来想表演一波极限扛塔 结果ADC交了治疗却还是死在了塔下 随后辅助也扛塔阵亡 在DIG损失两人之后 终于拿到了下路一塔 REN看到DIG少了两人 于是立马开始打起了峡谷先锋的主意 集合辅助和打野两人 开始围攻峡谷先锋 然而峡谷先锋的伤害还是太高了 在绝境中他一打二击杀了RENG的两人 好家伙 想过会搞笑 没想到会这么搞笑 解说和现场的观众都蹦不住了 这音许还没爆发呢 两边先死了四回了 这就是当年被戏称为欧美捞逼的赛区 那整活真是刻在骨子里 导播半场开香槟 选手半场开香槟就算了 那导播竟然也能半场开香槟 故事发生在2022年英雄联盟比赛 RENG对阵TT的第二局中 这把比赛两边打得有来有回 难分高下 本来RENG拿下大龙 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对面的基地 奈何远古龙被TT抢到又扯成了平局 就在两边在大龙旁边拉拉扯扯之际 阿兵率先发难 一个人孤身去对面的高地 打算直接偷掉基地 凯南闪现开大 没有空到兵戈 反而被兵营一直点基地 就在基地只剩一丝血的时候 基地上方的血量图标突然间不见了 导播还以为是对局结束了 导致血条不见了 于是直接进行了对局结束的 灯光和切屏特效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原来是因为高地水晶复活了 没有办法继续推大水晶 看这灯光给十个人选手都照蒙了 还在那愣了一秒 结束了吗 这波啊 这波是导播被兵哥拉扯麻了 当然最后RENG也是稳定发挥拿下了比赛 要不然这导播半场开香槟就成千古恨了 亚运会解说乐子 说完导播 我们再来说说解说这边 要说哪个电竞比赛是最折磨解说的 那必然是亚运会的电竞项目 众所周知 电竞比赛想看懂是有门槛的 为了降低门槛 考虑到让那些观看体育频道的路人 尤其是中年以上 平时根本不接触电子游戏的叔叔辈们 能够看懂比赛 各大游戏都被打了预防针 要求游戏解说降低专业术语 不能使用常规电竞解说时使用的暴力词汇 根据曝光的路阿鲁项目术语纠正小册子来看 许多话术被修改 比如诺克萨斯之手的大杀四方 那必然是不能说的 要改为更加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解说 击杀要改为击溃 拿下一个人头也要改为拿下一个击分 实战中就变成了 比如说英雄联盟组的宁王干掉了葛温 那就得改成高振宁 击分了一个凌罗娃娃 比如说王者荣耀组吕布空大了 那就只能说成 吕布用出的大招魔神教士在原地画了一个圈 谁也没有攻击到 而比赛解说最搞笑的场面 就出自于王多多和谷谷的解说里 在这把比赛里 谷谷在一个团战的解说里没有控制住 带了三四个击杀 收人头 保命 反杀这样的话 直接给王多多干沉默了1分30秒 于是就有了以下名场面 Hope选手 先是狂风向前 再接滑步收下了一颗人头 再有矮王帝选手 治疗抬了他的血量 又自己交出闪现 躲掉肺子关键的一锤 保住了性命 同时还完成了反杀 现在16分钟 中国澳门代表队 还没有能够拿下自己的第一颗 击分 野区炸回来横选手 这波想要留横选手 但横选手有闪现 直接交闪拉开了 反而在侧翼 Hope选手 胜强洗礼 直接扫死了NH 再一个滑步 收下两三个人 香克斯 一个大招 要炸死了 后99选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搞笑电竞的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看各个游戏赛事里的 搞笑启发场面 欢迎兄弟你给我点个关注 有啥线索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 每一个评论我都会看 这期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啦 咱们下期再见